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也可以为洋情来舍命 您好 我是金玉 欢迎收看今天遇见你 今天要遇见的这位来宾 他非常特别 他曾经是记者 作家 逃亡者 六四民运 被通弃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 当时觉得我们去广场 是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建设 是为了我们的祖国更好 没有想到我们这些 一腔热血的报国热情 就被这样的定位反革命暴乱 他也曾经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访问学者 美国总统布希一口中最勇敢的人 我逃到苏联就被大学给埋上了 我也找不到人 没有路 那天晚上我在一个草堆里边 我度过那个最寒冷的 也是我人生中一个特别的夜晚 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 使他出思入深 从倡议自由民主的学生领袖 变成为传讲天国福音的牧者 如果我不经过这样的破碎 我也不会把自己奉献给上帝 我也不会成为一个传道人 今天遇见你 要带您遇见张国烈老师 张牧师好 张牧师年轻的时候曾经是骄傲的作家 是意气风发的学运领袖 你是一个有着知识分子救国梦想的人 我想六四那一天应该是中国 距离民主最接近 但也却是最遥远的日子 在1989年6月13号 中共下令要通气王丹等21位学运领袖 那一天也是你化名的开始 您还记得您的心情吗 是啊 是啊 这个一想这个日子过得很快啊 三十多年过去了 在33年前六四之前 我真的还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 那个时候特别爱自己的民族 也爱自己的祖国 那6月4号晚上 中共用坦克和机枪 镇压了天门的学生运动 我呢不幸 被列在被通气的 21个学生领袖之间 通气令是6月13号通过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的各大媒体颁布的 那我看了以后 当然这个愤怒超过了恐惧啊 失望也超过了这个惧怕 因为 当时觉得我们去广场是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建设 是为了我们的祖国更好 没有想到我们这些一腔热血的报国热情就被这样的定位反革命暴乱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学生和市民 他们死于天门 长安街和北京的各个地区 所以我们心里 除了沉重还有愤怀 那对我来说反差很大 从一个天之骄子突然变成了被政府通缉的罪犯 开始我的另外一种生活 所以反差很大 没有想到 后来展开逃亡的日子 你也为此写了有关逃亡的一部剧作 那你在一开始逃亡中苏边境的时候 是一个基督徒的老姐妹收留了你 我想这可能是你这一生第一次最无助的时候吧 也是出场奇异恩典的时候吧 逃的过程中呢 当然也没有想到能逃出中共的魔掌 但是觉得也不愿意自首嘛 因为你自首宗教的叛徒嘛 不想自首 所以逃 也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 也不知道明天还是否活着 都不知道 当然感谢神了 我这个今天想起都是上帝的恩典 通过这样一个我人生的境遇 我能够谦卑下来 逃到中国的最北方中苏边境的时候 有一个农民他帮助我 那这个农民的太太 这个老姐妹是信耶稣的 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的人生前面就没有什么路可走了 唯有耶稣基督可以救你 因为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当然当然不会相信嘛 对不对 我觉得我能逃出来是靠我个人的智慧 但是后来我就为他读圣经 他有一卷书叫约翰福音 还是手抄的 所以我在为他读圣经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我从来没有读过一卷跟我过去读的不一样的书 这卷书是关于神的书 那我过去读的是关于人的书 人的智慧 那人生的理论 各种的观念 但是我突然读到约翰福音讲到说 这位神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是为爱我 他钉的石架也是为了爱我 那么我跟从他 我就能够有永远的生命 即使今天死亡了 我还会复活 这个信息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在那个看不到前途的日子里边 那种失望的日子里边 这些话语 神的话语 真的就像涓涓的溪水 进入到我的里边来滋润我 是我看到人生原来还有另外一个境界 人生可能还有一个不同的生命 是我看到 所以我就打开了心 你在这位老姐妹的身上看到什么 那个时候你其实已经离开了 你一起奋斗的同志 离开了亲人 迎来的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老妇人 但她却让你看到了一个 完全不同于事态炎良的形态 是的 她就是非常爱我 她的爱跟别人都不一样的 我当时特别感动 我觉得可能是她的最早还觉得她很无知 不了解这个事情的后果是什么 后来我发现 希耶稣的人是有爱的 她的爱是来自于主的爱 那么她宁可为我去付出这样的代价 我通过这个老妇人的她对我的爱 我了解到耶稣基督她的心意 她舍命为我们 那么我更加能够了解上帝的爱是怎么一回事 她通过她的信仰她的人 她的门徒活出来 那是我能够感受这个爱 因为当时可能心里边都是恨吧 但是又想到说 因为我还有个盼望嘛 我当时还有孩子 我的孩子很小 我结婚比较早一点 我的小孩子才两岁 我就觉得如果我死了 我的女儿有一天长大了 她找不着她的父亲 她一定是她的人生不完整的 我觉得不管我经多少苦难 我要活下去 活下去 有一天我见到我的女儿 我会告诉她 爸爸是因为爱你我才活下来的 我觉得我要做一个 虽然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但我要做一个勇敢的父亲 上帝在那儿让你有短暂的歇息 你后来决定要逃往苏联 但却差一点死在西伯利亚的病原当中 那时候你是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祷告是吧 是啊 当时是这样 因为当时通缉令的21个学生 已经很快就被都落网了 都被抓到了 14个就被关到监狱了 然后有6个逃到了海外 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危险越来越大 我不能在中国再待下去了 所以我藏的那个地方离苏联只有20里路 就中苏边境只有20里路 所以我就在1989年圣诞节那天晚上 我决定偷渡国境 我觉得无论如何 我只要逃出去通缉令对我就没有效用 所以逃苏联最近嘛 当然我就逃到苏联 没有想到也不了解 当时的那天的天气预报也没有看 那是圣诞节那天非常寒冷 零下40多度 我逃到苏联就被大雪给埋上了 我也找不到人 没有路 那天晚上我在一个草堆里边 我度过那个最寒冷的 也是我人生中一个特别的夜晚 那天夜晚我觉得我遇见了神 因为当我在那个快冻死的时候 我跟神有一个祷告 我就想到这个老姐妹告诉我说 如果你遇到难处你要祷告 因为耶稣是听祷告的主 我就做了一个祷告 当我一开口说主的时候 我就哭了 那是我逃亡那么长时间半年多 第一次苦 第一次流泪 不是因为惧怕 是因为我突然觉得我还有个主 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你死不了 你死不了 有一天你要为我的名气奔走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就说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我说耶稣你来帮助我 我就很就像一个要死人 抓那个救命稻草一样 我就说耶稣你帮助我 若你让我活过今天 我就把自己献给你 作为活祭 感谢神了 所以我第二天被苏联人挖出来 今天我想到这是一个上帝的恩典 真的他伸手救了我 有的时候想起来都后怕 为什么 因为苏联人告诉我 他们一个月才来拉一次草 而且我躲那个草堆 巨大的草堆 那个草堆大概有 比我的教堂都大 他就在我买那个地方开挖的 因为大学把草堆买上了 他如果挖偏一点 他挖不到我的 他把我挖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没有知觉 我在昏睡中 他们用热咖啡把我惯醒 我才看到有人 我刚才以为我已经上天堂了呢 我以为 因为我看到的人都长得像耶稣 然后抱我的那个青年 真的长得跟耶稣很像的 他就喊 他喊俄语 他喊俄语就是同志的意思 那我醒过来 因为周围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声音 结白一片 后来我的意识回来 我就想到我昨天晚上的事情 我觉得 哇 这位神真的他存在 他派人来救我了 这人是天使 那后来好像开了一个玩笑 因为苏联怕得罪中国 又怕得罪关心领域人士的西方国家 最后决定让你自身自命 要把你放回中国 你在那段时间你是怎么过的 那我回到中国 就像刚才你问 我那两年经历了最寂寞的两年 最难熬的两年 那两年我也经过最破碎的两年 身体不断地生病 然后我的妻子也登报宣布离婚 那这个我的身心灵完全被破碎 可是那两年呢 也是唯有我对耶稣的这一点点的盼望 我觉得支撑我活下来 你后来决定逃出中国到香港之前 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看女儿 而那个肝肠寸断的记忆 是你说过你最贴近天赋心肠的时刻 为什么呢 女儿常常回想到那段 说爸爸你真的是爱我 那么危险你还看我一眼 我女儿现在已经在美国做医生了 她12岁来到美国 我记得我那次看她的时候 那是四月份啊 四月份天还很寒冷 走的时候 当我们的车要离开的时候 女儿就要后边跟着车跑啊 她就喊啊 爸 什么时候借我回家 就这个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 好多年 八年 我来到美国 八年 我的女儿不能够来美国 每天晚上想到她 我都会想到她讲那句话 爸 什么时候借我回家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 天门这一代人 我们所付出的 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们那一代人 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就是对我们孩子的爱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 不要生活在我们那个环境中 他们有自由 他们有民主 他们有快乐 我2000年 2000年我神愿毕业 上帝给我一个最好的礼物 就是 在我毕业的前两天 我的女儿来了美国 神很爱我 他让我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 但是在我 马上要奔赴河场 要来做主的工人的时候 他就把我的女儿 带到我的身边 他知道我需要的 他知道我最想的 他都会满足我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张伯丽 以及很多流亡海外的民运领袖 都为了自己 当年纯真的理想 付出了残痛的代价 不仅个人颠沛流离 妻离子散 也导致家庭破碎 情情断裂 朋友背叛 1991年 张伯丽来到美国 本以为终于尝到自由的滋味 不料却被诊断 罹患癌症 身体受到疾病的禁锢 在人生路途上 遭遇的这些挫折 打击 其实都是化了妆的祝福 让张伯丽日后的信仰之路 更为天定 中国山沟里 除了来到美国普林普顿 这个反差太大 忘了我在冰天雪地里 那个跟神的祷告 说主啊 我愿意把自己 嫌给你当作活祭 我来到美国三个月我就病 当时最早给我确诊是肝癌 然后就化疗 我化疗了半年 我就说主啊 请你来医治我 如果你能够医治我 我就把自己 先给你当作活祭 这次绝对是说话算话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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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